我們繼續來關心今天的新聞 今年第十四核的紅台普德松 早晚形成勤斗的紅台 去上市以赤紅台的往流球的方向移動 和被比較紅台是一樣的路線 拜託是說我們臺灣最近 暫時是不會影響臺灣 另外立體性格去壓TD17 沒有拜託會來繼續 今年第十五核的紅台所力 暫時也對臺灣沒有直接影響 中秋節不管是要烤肉 也就是吃魚仔配地 最重要的是團衣 也要就親家五十島嶺 形象過牛 不過哪個地方的過牛最清楚 去上市表示中南部的過牛 最清最漂亮 如果北部的貨幣比較多 要看過牛就要看穿去 東部這兩天會落後 要看過牛是比較有難度 可以在雲中碰碰運氣 看看月亮 新竹以南比較偏向晴朗的情形 所以賞月的指數就會比較偏高一些些 另外目前臺灣附近的海面上 有兩個風台 北比嘉跟寶德桑 北比嘉在拜一早上 停留上海 寶德桑在禮拜 晚上形成 路間跟北比嘉很一樣 起上市以後拜四會相近臺灣 除了這兩個風台 早上在飛入冰的海面上 還形成一個極氣壓 起上市以後拜二有可能會形成 第十個好的風台 蘇立 目前西北太平洋上 有三個比較明顯的熱帶系統 今年第十三號颱風被迫加持 在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已經登陸到中國上海一帶 而今年的第十四號颱風葡萄桑 是在昨天晚上八點的時候形成的 而至於今天早上八點 也有今年的第十七號 熱帶性低下形成 它在菲律賓的東方近海附近 現在這兩天中秋節的天氣 狀況起上市標是受到風台 激氣壓的影響 臺灣天氣都很不穩定 尤其是冬半部跟映春地區 都會整天落順好 甚至是閃大好 台北地區要留意第一時間的順好 中南部的天氣就比較好 不過也是要留意過島後的西北 現在第二頓庫民主的台北報道